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Yo's Kitchen 看影片之前歡迎你來數一數畫面的QR Code 就可以追蹤我的IG 還有記得看廣告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食譜就是薑炒飯 超好吃 我最喜歡 如果你說十樣最愛食品之一 它都應該是佔一席位的 今天的材料用四樣 隔夜飯 雞蛋兩隻 蒜頭 大約六粒 我用薑多一點就更加好吃 更加惹味 這個炒薑飯可以不放蒜蓉 但我覺得放了就更加香 這個炒薑飯就是當時生完小朋友 五間飯吃你驅寒 暖胃暖身 有抗氧化作用 坐魚的婦女 產婦就一定吃過炒薑飯 首先我們白鑊放薑下去 我們不要將薑磨蓉 我們將薑切粒粒 這些叫做薑米 很多時候坐魚的女士們 為什麼吃五間飯 其實現在有時半夜餵人奶 又未必五點鐘起床吃飯 可能你睡醒第一餐 可能你睡醒很累 八點九點 總之你起床第一餐吃 就是吃薑飯 我那時就是 烤田雞飯 黃鮮飯 薑飯 每天第一餐就是吃飯 有些米氣 還有吃多些飯 但乳汁都會分泌多些 但如果你吃得太辣 那些人奶就辣就不要餵寶寶 對了 薑你看到我炒完後 我剛才白鑊炒完後 放些油炒 令到油都有些薑味 然後蒜蓉 蒜頭 切碎的蒜頭不是蒜蓉 蒜蓉很容易炒到焦 薑和蒜頭都是切粒粒的 薑米 炒到金黃色就可以撈起 之後我們就開始炒飯了 薑和蒜頭都是比較有溫性的東西 所以譬如你那一陣子很寒 覺得很虛寒 最好就吃薑蒜飯 薑最好建議是中午前吃 即是十二點前吃 因為十二點之後 太陽升上來 陽氣開始升高 你再吃那麼多辛辣的東西 就會影響你的睡眠 和身體都不太好 最好就是中午之前 吃薑飯就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就喜歡放很多薑 這裡你看到我大約兩碗飯 就放了半碗薑 炒完之後只有很少 那些薑 那些雞蛋加少許鹽 然後我就這樣放在鍋裡炒就OK 有些人喜歡把雞蛋 蘸在飯後炒 我就覺得很濕 我就不太喜歡那個方法 我就喜歡炒完飯 然後由雞蛋加少許鹽 在鍋裡分開炒 炒熟了雞蛋 炒凝固了雞蛋 然後拌飯 這個時間就可以加薑 最後就加些鹽調味 這個薑飯真的沒得輸 很好吃 我現在自己看影片 我就又要再煮你吃了 你可以完成之前試味夠不夠鹹 如果不夠鹹 你可以加多一點鹽 但是儘量都不要吃太鹹 因為吃太鹹的東西 我們又會水腫 不漂亮的 身體吸收太多鹹 鹽那些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鹹的朋友 就吃點薯仔 吃點香蕉去平衡 因為香蕉和薯仔 就是高甲的東西 就可以平衡 你平時吸收太多鹹的東西 可以平衡 這麼快 這個薑炒飯就已經煮好了 大家趁著現在天氣潮濕 又尖寒尖凍的時候 又未是好熱 又未是好凍的時候 快點去煮這個薑炒飯吃 真的很好吃 吃完大家都暖粒粒 推了你身體的寒氣 就健健康康了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食譜 下次見 拜拜